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股价也都是逆势功高的 长荣外资它是回头带满了6.9万张 大买6.9万张 阳明外资也有买 那么万海上周外资也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今天这些族群 这些个股站在五日线 不破的话 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反弹机会呢 你怎么看 其实如果说以航运股来看 我认为航运股这个应该是 你要先看月线以及它的大量区有没有办法占商 其实它航运股的部分 其实它跟电子股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们是属于景区循环股 就是它们跟电子产业什么 什么要什么月月增 季季好 然后今年比去年好 然后明年比今年好 它们是这种状况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它们产业逻辑不太一样 那产业逻辑不太一样的话 你现在是一月底 那其实就一月份来说 现在在反弹 我知道这几天反弹我还是在买 其实我还是在买的理由是 就是一月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们会应该后面交出来的数字是不错的 因为现在一月底嘛 那你再过几天就是二月初 二月初要公布一月营收 那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以目前这个法案圈这边在讲 就是一月初 一月这边那个获利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刚刚是不是都讲到 这股票是景区循环股 那景区循环股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要考虑到船运的问题 那现在在抢船抢柜 那甚至说这个东西很缺 那其实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过年的部分 那过年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亚洲这边到美国这边 其实最快 之前是四十五天 现在最快在赶的话 起码你要二十天 因为就是如果说你从过年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过年之后 过完年之后 它的景气是不是跟现在是一样 是非常刺激的 这个东西可能要画个问号 那这样画个问号的话 如果说我们从串马面来看 现在是礼拜一 其实礼拜一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什么 礼拜一基本上 你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那个大户出户比率 到底是上升还是下跌 那到底是上升还是下跌的话 如果说你看不管是常瓦还是姚明 这礼拜来看 其实大户出户比例 我们如果说抓四百张的 其实并没有说大幅的上升 那并没有说大幅的上升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那个 K棒的部分 比如说像长龙的话 他K棒有个黑K是在一月期 那边是有大量区 那有大量区的话 那边如果说就那个空方的 这个防守的部分来看 就是这个大量黑K 基本上就是空方的阵地嘛 那如果说你在看那个姚明的话 姚明的话是在前几天 前几天是一月十九号 一月十九号就那一根 就是大黑K嘛 然后带着大量 那个其实大黑K 带着大量其实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他们是 他们是有比较大的踏倒区在那边的 所以呢所以今天虽然说反弹 但是呢但是就形态来说 他们这两次都还在阅线下 而且呢带上去都还没站上 然后呢那个 如果说你看那个头信的话 其实头信 头信也没什么站在买房 所以呢所以就是不管 如果说你真的要追这个 什么长龙姚明的话 如果说我们与姚明来讲 你要不要等一月十九号呢 那一根大量的高点被突破了 你要买再来买 那如果说这地方你买 他到时候没办法突破的话 遇到月线 到时候掉下去 那么你给水 所以呢所以就那个长龙姚明的部分 我今天有反弹 我知道有反弹 但是呢 他们那个景气循环股 其实后面的景气 基本上是 大家比较看不清楚啦 那比较大量比较看不清楚的话 如果说有谈回到那个之前 那个黑K带大量区的压力区的话 就是我更会建议那个地方 可能稍微停看 或者说你的成本在那边的话 可能稍微退场 再继续观望 等他们转强 这个地方 你再重新建立部位 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好 传产租群当中 看到钢铁类股在点火了 包括2002的中钢油买盘的网上 那么特别的还包括了 2027的大成钢 钢持续的点火敲进 涨幅已经超过4%了 有一些传产在拉动 但是今天蛮多投资人 还是想问台积电 城野台积电 拜野台积电 如果扣掉了台积电 大盘是在平盘附近的 那么看到了台积电 今天卖压承重破五日线了 在这个时间点 还可以续报吗 因为相关的设备股 都是拉回的 像是6196的凡轩 3413的金鼎 跟3680的加登 有一些是破五日线的 凡轩是破五日线 那么金鼎跟加登 五日线还是守着 所以是不是在短期之内 还可以续报 其实看破五日线 其实五日线这个部分 会不会太短 看钩票看五日线 这太低了吧 我会看月线是不是 月线 基本上如果月线破 这个拟掉脚底抹油 因为表示它挂点了 那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比较我们取一个重用 比如说五日线跟二十日线 月线中间还有一个十日线 对不对 其实十日线 它就有在预告你说 这地方它可能要转弱了 那如果说以台电来讲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啦 我个人认为台电 没什么太大问题 嗯哼 对就因为 你如果说你用今年 跟明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其实就这个地方 就是本益比差不多30倍左右嘛 其实30倍左右对一家世界级公司 它现在是四十前十大了 那四十前十大的公司 其实我认为 其实本益比30倍也算合理 但是如果说你拉到2023年的话 2023年的话 其实大家预估多少 而2023年基本上 大家预估这个数字 应该是 这个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就是它那个 2330后面的那个 那两个数字啦 那如果说你就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本益比来看的话 应该还有挑战的空间 只是它近期涨多 它500到600涨很多 它长很多的话 这地方稍微做整理 但稍微做整理的话 我个人认为 因为 那个Intel在这次 没有讲说特别激烈的消息 但是如果说 你用四代的角度来看的话 Intel现在落后它一个时代 明年台电就要开始 三大米市场 如果说Intel在这地方 没有搞出一个东西来的话 它可能会落后两个时代 所以 形势比人强 我认为这些什么 不管从上游跟下游 上游是IC设计 下游是那个 那个风测 其实你可以看那走势 基本上都是有震荡 但是影响不大 那横向的话 如果说纵向的影响不大的话 那横向呢 就纵向的影响不大 横向 横向应该就震一震 应该是 还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就这部分的话 我个人认为 就是你品性看这个可以的 这个地方就是长多整理 然后后面应该是 持续的看多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 谢谢总理老师 在盘中的分析